街頭闖闖著一條愛情路 我們看到的只有荒芜 哈囉大家好 歡迎收看財經集展示 我是才銀 今天請到萬通國際投資顧問 魏明玉衛老師 老師好 才銀好 各位同學大家好 蘋果下修本金營收 造成盤後重挫 小王老師投資人應該注意哪些呢 我想以在昨天美股的蘋果股價 其實是收一個小漲 那問題是說在盤後 這執行漲 庫克他也針對 就說在 10月份到12月份 就說以美國的財務年度 第一季的財報 財測 他是下修他的一個實際上的一個財測 那變成說在以 美國 蘋果的第一季的營收部分 只來到840億的美金 相對 跟他原先的預期 預期是介於大概891到930億 我想這是遠遠低 以他原先預期的一個實際上狀況 那這個狀況 當然的話 就是說執行長庫克 他有針對 最主要的一個因素 當然的話 還是落在一個叫做 這個新興市場 包括像這個中國 以中國為主 那甚至包括印度 突而起一些新興市場的一個 他的一個 這個營收 就是說貢獻度的一個 下修的一個實際上影響 那當然話就是說 以他實際上 這個是在 以蘋果的一個實際上狀況 是很罕見 他會做到像這個在事先 尤其是說 本來應該是在這個12月31號 才要去做一個正式的一個 公佈他的一個 當季的這個營收的一個實際上狀況 那問題他是 提前 罕見的用提前的方式 就是說 針對他的一個 當季的一個營收做一個預期 那當然的話就是說 這個最主要的一個因素 我想是 反推一下就是說 以在美國總統 針對在美股 在這個12月份 這個是下半月 等於說 快速的這個修正拉回 那川普他的一個認為就是說 這個是一個小小的故障而已 畢竟就是說 後續只要說 這個美中的一個貿易大戰 就是說 談判有一個正面的一個結果來講 就是說這個 美股重挫的這個影響 會馬上獲得一個化解 所以說 那問題是說這個是針對 美國川普總統 他的一個認為是小小的故障 那問題我想 就有一個實際上 蘋果的一個實際上狀況 這真的是 也是屬於叫大大的一個 很麻煩 因為畢竟就是說 中國的一個部分的一個 這個手機的一個需求 就是說 成長性做個衰退 那另外包括 不管是說這個美元走強 甚至包括像一般消費者 對這個手機的一個 他的一個 換機的一個週期 做一個拉長 我想這個都會形成 這個實際上 這個蘋果的一個 後續的一個成長力度 受到一個很大幅度的壓抑 那畢竟就是說 以蘋果股價在去年8月份 他也創高到 這個266塊錢的一個後續 等於是說 他當時的整個一個市值 高達這個1兆 那個好像是全 就是說美國唯一 他的市值有超過 超過1兆美元 一家大的公司 那問題是說 近期他股價也從這個233塊錢 一路修正到 這個146塊錢 比如說 這個1兆的這個市值已經打破 那變成現階段市值 剩下這個7500億的一個 這個他那個市值 那當然我想 以在近期 不管是說 像美股像道瓊工業指數來講 我想從他的高點 26,000多點 一路修正到21,700點 等於說 這段期間他修正拉回 拉回快接近兩成 快接近20%的一段拉回 那尤其在12月份 我想短短在 臨封關之前 短短兩個禮拜 這個道瓊工業指數 一跌跌到2800多點 這是 速度是又兇又猛 那畢竟我們反推到這個 蘋果的股價 蘋果股價從這個 大概差不多10月份創高 到這個233塊錢的後續 在短線上一路修正 尤其這個修正角度會很難抖 等於說 他一修正拉回 拉回到這個146.74 等於說 這段期間 這個蘋果股價短短3個月 修正了多少 修正達到37%之多 那畢竟我想一般人在認定 一個一檔個股 到底是走多頭走空頭 主要是說 他的一個股價修正 超過兩成以上的話 那等於是說 他實際上這個股價的一個實際上表現 已經賣入到一個叫空頭的走勢 那我幻想 以 以蘋果的股價已經形成 下修這個 這個超過快接近 4成的這個 這個當下 當然的話 尤其說 台灣相關一些科技類股 尤其像相關一些平蓋個股 我想 這是都會有一個很直接 直接的一個聯動性 那畢竟我們就說 反推到我們這台股的一個 實際上目前的一個狀況 那畢竟就是說 已在近期 往台股的部分是率先做個反應 在10月份 10月份當時 去年10月份一修正是1600多點 那問題最近這11月份到12月份 大概是落在一個大概是9600點 到這個1萬點這個range 再做個區間的一個整理盤 那你這個區間整理盤 也在這個新歷年 開盤 昨天一開盤 也打破這個慣性 等於說 昨天大跌個173點 等於說這個9600點 這個強力直升在昨天之後 再讓正式的跌破 那跌破 今天又是延續這個拉回的走勢 那畢竟我想以這個階段點 台股大盤 他不斷不斷在做一個 防守的一個動作 那畢竟我想 在股市的一個實際上表現狀況 各位你都一定可以體會的出來 股價的一個表現 只要是指手不攻 中將會潰敗 指手不攻 因為畢竟你一路只在做個防守 你不是做個攻擊的話 那這一路以來後續 防守點一做到跌破的後續 就會形成比較節節的一個敗退 那除了就是說 針對大盤的部分9600點做跌破 那我們看到就是說針對 不管是說他波段的一個訊號的部分 包括像波段的賣出訊號 在9722點的產生 那甚至包括他這個短線的賣出訊號 在今天 今天這個9554點 連短線的一個賣點的產生 那變成說 這個都是同步 整個盤市已經開始正式轉空的一個跡象 那另外我們再看來就是說 與相關近期 蘋果股價一修正30幾% 那問題我們看一下 包括像蘋果三雄 像2330 這個台積電的部分 我想 在近期他一樣股價 也屢創新低 到今天又是創到這個214塊錢的新低 那變成說 他的賣出訊號在218塊錢 賣點也做個產生 但是包括像股王大利光 賣訊一樣在這個 一樣做一個實際上產生 那比如說 股價也逼近到前低 另外包括像蘋果個股 像3105的穩帽 我想這個 相關的一些賣出訊號都已經產生 那當然我想在這個階段 既然是說 賣訊做產生 那我想就以實務的一個操作 面我們也不建議各位 針對這些 還在做一個不斷不斷 觸底摸底的一些個股 來做一趟 切入了一個動作 那我想在這個階段點 相對我們的觀眾朋友們 你可以 密切留意 這個資金的避空港 那避空港大概包括 就是說 以近期的一個強勢主流個股 像5G的相關概念個股 跟這個相關的生計個股 我想就是說 除了這兩個族群以外的 這些相關個股 我們還是建議各位 你無論如何 趁反彈要去執行 一個叫賣出收回資金 來做一個後續 這個盤勢整個轉空的一個因應 那的話 我忘記就是說 以實際上像5G的個股 包括像Poloway的部分 這個買點訊號做到一向產生 這波段買點也產生 那其實像包括這個生計的 像這個1784 像訓年的部分 在今年這個 波段的這個買點訊號 也做的產生 那當然的話 因為個股走勢 窘然不同 那當然的話 無論如何 我們才是要根據這個訊號 來執行我們該做一個動作 那至於就是說 美檔標的他相關的訊號 到底是該買該賣 我想我們都在每一天這個盤中 這個liteat 給各位做到 讓直接相關的一個分享 感謝魏老師精彩的分析 想知道更多關於5G 及生計股的選股策略 以及操作策略的話 一定要記得加入魏老師的liteat 財經急檢視 我們下次見拜拜